在新北市永河区的项目里 有一间由废弃幼儿园改造的中途猫之家 平土喵 两层楼的建筑给猫咪自在活动的生活空间 这里曾经最多收留将近70只猫咪 现在平均也有五六十只 帮助猫咪其实很简单 但在每个月庞大的开销之下 要用什么方式让平土喵永续经营 便是一大难题 正当创办人成人想苦思很久 想尽各种办法时 突然想到可以让这些猫咪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于是猫便当菜计划便在2016年诞生 猫便当菜计划是一种循环机制 收集猫咪粪便 放进特制的肥料机 转换成肥料后卖给小农使用 如此一来赚到的钱便可以重新回到猫咪身上 应该是不要让社会来帮助我们 最终是我们融入社会 所以才会去做猫便当菜计划 因为它结合了小朋友 它结合了毕业 在产品的包装跟最后的加工 其实是可以结合弱势 这边可以让小朋友来参观 然后就可以让他们上一些简单的生命教育课程 可以让他们了解说 这些小朋友跟我们不是一样的 只是说外表长得不一样 他们也是小朋友 那慢慢教育他们说 其实要善待这些生命 只是外表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 你看这些人 你看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不完整 可是他们的不完整 不是因为 你看到这个不完整 他们的不完整是因为 他们欠缺彼此 而当他们拥有彼此的时候 他们是 他们是彼此最后一拍拼的